是哪位傅秘在督造青年部的當事 這個 這個我們再查一下 再查一下 再查這一項 說是前傅秘令合理 有壓下這個案子 有時候報告都已經做好了 還要再 這個還要再 這個還要再聊 聊天幾下 搞了各收你該知道的關鍵字 我在這邊是用 以一個非常憤怒 以及不捨的心情 來 開這一個記者會 對於 我們曾經在中央黨部工作的同仁 受到這樣的一個對待 那一樣除了生氣之外 還有更多的不捨 那以及滿滿的歉意 代表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 來跟所有的 這一個相關的被害人 以及社會大眾 先至上深深的歉意 當你以為電視劇都是虛構情節 上週綠營幸平案件引發驚濤害浪 才發現原來自己看的是真人真實改編 老俄特搜第1093集報道 民進黨傳出前 黨公遭性騷擾還被吃案 後續餘波不止盪漾 還掀起巨大海嘯 更多受害者站出來為自己發聲 民進黨青年部前 黨公發文指控 陳姓同事會不禁同意就幫他買早餐 密集傳訊息或在深夜打給他 還在飯局對他摟腰摸臀 偷親臉頰 出差時陳南還跑到受害者門前 以前包在他被包圍有想進入房間 不顧拒絕瘋狂按電鈴 敲門和踹門 向青年部主任蔡慕林申訴後 主任卻回你給人家燒到整懶趴火 還關門說要保持距離 誰不把這個門撞開 雄性動物追求異性不成 總會被傷自尊嗎 你要多體諒 接踵而至的是蔡慕林和陳南 對受害者進行職場霸凌 以影響部門氣氛為由 逼他跟陳南在KTV道歉 事後主任還不時當眾辱罵他 導致受害者臨患憂鬱症 直到離職當天共當眾昏倒兩次 事後得知此事驚動到高層 但後來也沒有任何下文 昨天晚上跟我請辭 請辭的理由是 生涯另有規劃 稍微有跟我提到這件事情 我第一次聽到有這麼一件事 時任青年部主任 2020年民進黨新北市立委參選人 原本在勞動部任職的蔡慕林 直接預判了受害者的控訴 在事件爆發前一天請辭 蔡慕林也被其他人指控 常發表不尊重女性言論 頻頻牽起女性黨功的首十指緊扣 此外另一位遭到職場霸凌的受害者 也指出陳南為人惡劣情緒暴躁 在營隊把受害者拉去陽台毆打 還把受害者男友叫來罵 兩人被迫在陳南面前 下跪道歉磕頭求饒 甚至在另一場餐會上 發瘋式的對他們飆髒話 大罵一群死同性戀 把民進黨青年不搞成淫哭 陳南目前任職的報社發出聲明 已將陳南停職 望民進黨盡速調查釐清真相 同一時間又有更多性平安爆發 他跟我說他遭到其他部門的主管 寫行書還有晚上電話的騷擾 那當下我跟我的同仁說 我覺得我們要上報這件事情 最後的調查結果必須要成到中場會 也就是說我的當事人 他可能要面臨到在媒體面前曝光 這是他當時完全不想要面對到的 黨中央最後希望能夠用 比較務實的方法來解決 必須要做平調 因為在沒有啟動調查機制的狀況下 你必須要保障對方的工作權 當初是我鼓勵我的同仁 鼓勵我的同仁上報 希望可以讓他不要那麼擔心害怕 可是後來的結果卻很難 好像很難給他一個很好的一個交代 分享自己遭到職場性騷擾 或霸凌的人越來越多 但是被指控的人沒有一個承認 陳楠聲明若因動作或言語產生誤解 在此深表歉意 但控訴者張貼內容仍有待澄清 控訴者曾多次主動約他 兩人僅同事情意並無進一步發展 更無性騷擾的情勢存在 後來因為蔡慕林指揮及命令錯亂 才造成兩人在工作上有所爭執 根性騷擾無關 不實訊息或指控將以法律追訴 而蔡慕林也由律師發表聲明 作為生理男性和新手主管 將女性同仁接受男性同仁 每日早餐和通勤接送 不以為是辦公室戀情在滋生萌芽 自始至終對於工作上的要求問心無愧 對於散播不實消息 包括為顧及他人意願與其實質緊扣 謾罵他是政壇渣男等惡意言論 絕對會以司法捍衛清白 此外遭到和孟化指控的黨部主管 則表示沒有半夜打電話騷擾受害者 寫給他的東西也不是情書 但讓對方覺得不舒服就是錯 對於造成困擾感到抱歉 昨日被黨部鐵腕停止後 也拍片表達自己的委屈 我就是被迫離開我熱愛的民主進步黨 中央黨部 我要再度跟受害者以及台灣社會致歉 同時要感謝受害者勇敢站出來 面對職場霸凌以及姓平事件 絕對不必要大局為重 遇上姓平案件涉嫌吃案 綠營全黨除了洗地道歉 還是不停地洗地道歉 賴夫承諾會成立申訴窗口 對於加害者一律開除絕不錄用 修改黨內規章 強化黨內的姓平機制和教育 至於去年底才卸任黨主席的 總統蔡英文當然也是 除了心痛還是心痛 看看我們小英總統已經心痛到說不出話了 還好還有臉書能跟大眾溝通 說自己感到很不捨和痛心 他身為前任黨主席則無旁貸 也請大家不要消費受害者 做過多的政治操作 是哪位傅秘在渡照青年服務的當時 這個我們需要再查一下 再查一下 其實是前傅秘令賀明 有壓下這個案子 這時候報告都已經做好了 這個還要再了解一下 賀明你處理一下 處理的對象是你自己 其他包括小英之友慧 總統府前國策顧問 都陸續爆出性騷擾案 前黨工被侵略媒體人 開約小卓 看夜景 泡湯 民進黨發言人謝佩芬 自暴曾被性騷擾 藍營議員點名綠營立委 涉嫌阻止被性騷擾的黨工報案 還有激進黨員猥亵同仁被退黨後 跑到民進黨擔任要職 性平案件 無論在各黨 甚至各個公司團隊都可能發生 人選之人造浪者編劇之一 簡立營也自暴曾遭 中國流亡詩人被領性騷擾 被領則澄清為該編劇措置或杜撰 無論事情真相為何 是真加害還是被冤枉 企業都應建立合理的性平制度 與盡量不造成受害人壓力的申訴平台 任何加害者都有他行使 法律辯護權的權利 其實誰自己做了什麼事 自己就要有擔當 男子和大丈夫嘛 那敢做就要敢擔當 做了以後還找律師在辯護 這實在是更令人覺得可恥啦 但是因為我們是法治的社會 所以這一點我們只好尊重 公司本身也可以做行政調查 忍耐是一件簡單的事 但忍耐是有限的 王丹 傅坤奇 正義也許會遲到 但有時候要等很久才會到 從民進黨的性平事件開始 案件持續延燒 許多疑忍多年的受害者 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 紛紛勇敢地站出來發聲 無黨籍台北市議員林亮君前助理 李姓男子三天前波文指控 從中國流亡海外的民運領袖王丹 九年前在美國對他性騷擾 當時將滿二十歲的李楠 答應王丹邀約一同前往美國 王丹卻在房間只剩下他和李楠時 從李楠後方用力環抱並搶穩 李楠嚇到不知該做何反應 情急之下將王丹推開 便稱剛動完手術 才讓王丹收手 接下來的一周 李楠持續遭到王丹言語挑逗 民視暗示希望跟他一起睡 反應給王丹助理後 助理卻僅稱王丹是在開玩笑 由於在美國人生地步手也無法報警 在李楠發文不久後 專欄作家徐豪千也發文表示 當年王丹在清大開課時 某次跟著學生到KTV聚會 把右手伸進他的衣服 撫摸他的腰 裝睡的人叫不行 說謊的人是睜著眼睛說自己在睡 面對受害者拿出證據的指控 王丹僅在粉專表示 作者自己說特意選擇 六四這個時間點其實已經說明了問題 性騷知識完全不存在 我要忙不會再做回應 為什麼王丹妮可以為了那位 當年站在坦克車面前的人 為他發聲繼續帶著這樣子的光環 踏著那些曾經在中共強權強暴之下 犧牲的人們的靈魂 我現在面對王丹妮 我就像是那個站在坦克車面前 我很害怕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一個不小心 我有可能就會被你這台坦克打死 你比我有太多的詮釋 你有太多的光環 面對李楠在記者會上要求 王丹於6月6日前道歉 否則提告 王丹也僅回應歡迎提告 連一點解釋都沒有 親大也啟動調查程序 如今調查確認違反性平法 王丹將無法在台灣任何大學任教 權力不只使人腐敗 看來還讓有些人變得噁爛 兩天前進文學總經理董成瑜 也站出來指控 2014年在當記者時 在一個飯局上被前花蓮縣長 國民黨現任立委傅坤奇抓住手 傅坤奇還在飯局尾聲突然站起來 抱住他的頭親他 他立刻爭脫並大聲斥罵 更直接點名時任台北市長 郝龍斌就是目擊證人之一 對此彬彬不會當了8年的市長 依然是迴避典滿 8年多前的事我給忘了 已經沒有清楚的記憶 請副委員坦然面對清楚說明 看來是連正義感都一起退休了 你不要提到我 花蓮王則在臉書回應 從正20年以來 從未利用權力關係 對女性有任何性騷擾之情勢 若有請依法提出告訴 嚴肅地面對這個議題 不容許任何人侵害別人的人身住宿權 我們一定要積極面對處理 不往復縱 我話講完了 誰贊成 誰反對 蔡阿嘎 台灣始祖集網紅 知名百萬youtuber蔡阿嘎 經營網路社群超過15年 然而常年拍片累積的經驗 卻仍無法避免犯錯遭到岩上 上週蔡阿嘎發布的旅遊影片 介紹日本五家超難吃的連鎖地雷店 點名吉野家 明代富士喬麥麵 和Denis等五家連鎖餐廳 呼籲網友千萬不要去吃 直接罵沒關係 這邊你們聽不懂 這麵不行 你不行 看在中紅 然後看他外面的樣本 看就不行 一定是大雷店要吃嗎 他再加這個好吃是不是 哎唷 他給師傅聽得懂 這個是不是組合肉的叉燒耶 有味道 有 有這個好味 有 影片發布後引發網友抨擊 從在店外就開始先入為主的批評 包括佔用機場過道 路人要避開他們才能前進 在店內共識打擾其他客人 老闆以為是YT採訪 親切地上胡椒鹽提味後 繼續嘲笑手中的麵 還用超高標準評論評價美食 市裡的言行舉止讓蔡阿嘎 AKAYT界的長青樹 直接引發森林大火 他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然後一邊沒去過的人 就會相信他很難吃 我實在是厭不下這口氣 餐點好不好吃可受個人主觀公平 但評價餐廳也有各自的魅力 一位住在台灣的日本部落客表示 如果只是難吃的店 怎麼可能在日本存活好幾十年 有的主打店內氣氛輕鬆 有的24小時各地都有營業 久居日本的台灣YouTuber 多米多羅則拍片反擊 把阿嘎的雷電都吃過一遍 他每樣的東西都很普通 但絕對不會難吃 那就是一個吃飽又便宜的地方 才吃 他就像學餐一樣 不要瞧不起學餐好不好 幹不上我的絕度吧阿嘎 兩天前蔡阿嘎緊急下架影片 隨後發布影片表示會反省檢討 並對於造成店家困擾 以及被影響的用路人和客人致歉 那往後我們絕對會針對我們的影片內容 持續的做調整還有修整 那也非常謝謝大家給我們的一些建議 我們對我的頻道謝謝你們 我們小心謹慎是應當